看到哈 刚才我们已经我们已经什么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实验的通信 对吧 就这个FMesh 这个不够 因为这里之前不是有这个机器 我就这里没有号出来 对吧 FMesh 记住 重大问题是什么 拓展性 拓展性 那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案呢 刚才其实你已经看到了 反射器就是我们马上要讲的一个什么 一个替代方案 好 先来过一下我们那个反射器的一个那个理论知识 看一下反射器怎么工作的 好 反射器的工作原理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PPT里面写的一个东西 就在聊 来 看到一个总结说 反射器的那个总结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的网络环境因为存在水平分割 会要求我们建立一个FMesh的IPP关系 这个没问题吧 对吧 但是我们说 这个关系的话 我们说扩展性不行啊 那么怎么去就说反射器怎么来去解决问题呢 来 为了去解决网络的扩展性呢 我们用反射器 好 反射器它是利用了处的概念 来去解决你的路由的传递 什么叫处呢 看到下面有 那么有 所谓的处就是说反射器和它的客户端就组成一个处叫做cluster cluster 好 记住 反射器从处里面的任何路由器学习到的路由相当于发起于反射器本身 好 第三句话尤为关键 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射器的一个核心思想了 反射器除了从非客户端学习过的路由不传给非客户端以外 其他路由的什么的都传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什么概念呢 来 什么叫反射器 其实简单哈 就是你自己网络管理员你自己定义的一台路由器 你说这台路由器什么 就是个就是个反射器 然后呢 我同时还指定r1r2是我的什么client端 所以它是什么是一个cs模型 啊 客户端和服务器模型吗 随时服务器啊 反射器做服务器 这就是client端 好吧 那么 这几台设备就组成一个什么 一个处 一个处 什么是一个处号 这个处里面任何设备号做一个通告 这台设备号 都认为什么是本地发起的 本地network的 好吧 那么什么概念要看到 反射器的话 它可能会接收到的那个路由有三种 第一种 他从外部接收条什么 接收一条 ebdp 路由 ebdp 吗 这第一种 第二种 它从客户端 收一条路由 i bdp 吗 对吧 第三种 还是一条 i bdp 路由 但是它什么 它来自于一个什么 来自于一个非客户端 有什么意思 那你看一下怎么怎么传 好看到 第一种是这种 没问题吧 叫什么 e bdp 好 反射器收到 ebdp 路由 那没什么好争议的 即便你r5不是反射器 你也会 也会传吗 对不对 都传啊 好调度是这样子 看到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那个可烂端 哎 来自于可烂端 其实阿姨是不是我的可烂端了 是啊 就是什么 来自于同一个什么 对 同一个处嘛 同一个处 那就ok了 什么 我认为什么是发起我本地 那就好说了 你说 发起本地要给谁啊 发现这个 这个 这个 怎么这么 怎么这么恶心 这个 看到 应该都发是这样 不管是可烂端 还是非刚刚 还是还是那个 ebp 都要发 是这样的情况 第三种是这样子的 啊 哎 第三种你是来自于一个非可烂端啊 非可烂端 你想一下啊 来自于非可烂端 这是一条 再正常不过的 i bgp 条目吗 对吧 那你想一下 你跟三之间是不是也是 ipg 凝聚啊 根据水平面的原则 你是不能发给他的吧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给这个一 给这个 给这个二啊 可以的 为什么 对 因为同一个处 同一个处 所以哈 什么叫反射器哈 你理解他什么 他的他的那个 整个的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具体思想之后呢 你只要记一句话 反射器那个路由器 其实就一个规则 他除了什么 从非可烂端学的路由不传给 非可烂端以外 其他条目什么都传 都反 都做反射器嘛 就那意思吗 都反射给什么 给可烂端嘛 都可以什么 也给那个一笔点区 好吧 所以哈 他就什么 就一条 就是一条 一条一条那个解释哈 就这个 这个基本上什么 就是我们 反射器的一个什么 核心思想 这条 好吧 好 那么 刚才我们说 我们那个环境下 我们怎么去做呢 其实哈 刚才我们的环境 我们去做非常简单 看到 看哈 看我怎么去 最刚才的环境做一个变更哈 来 超简单 就这样 就这样 你发现哈 理论简单 配置更简单 真的 巨头命令 啊 巨头命令 好 看到哈 这条命令 怎么结果呢 同样的啊 你发现现在五个一是通信的 我现在把我现在把这个R2给他 是吧 彻底干掉不要了 不是不是瞎当哈 是吗 我自己把你干掉不要 好吧 那么做完之后呢 什么 我们的配置其实你啥都不要变 你只需要在哪做啊 你只需要在R3做一条指令就够了啊 看到BGP是多少100你说neighbor什么3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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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个这个指令看到没有 多简单 什么叫反射器啊 Router Reflector Reflector Reflector就是反射器的意思吗 对吧 就是说你R2这台设备好 是我路由反射器的客户端 也就是说我就是反射器咯 就这个时间 时间而言的话 你敲一个就够了 为什么我 你看嘛 来 如果我敲一个 看到我发给你 那你反射器 你是不是给他还给他那个给他那个反射器啊 对吧 你从反射器客户端收的路 你是不是给是不是会给客户端啊 好 你可以啊 这里啊 你可以啊 你敲一个就够了 其实只不过说我们同装处时间好 我们怎么一定什么全敲的这种情况下 好吧 再敲 好 你发现你敲完之后你发现 你在哪是那边 他真的有路由啊 你看 对吧 但是你是能够知道 这条路由 有 它绝对是来自于 绝对是从哪来的 从r3过来的 没有 看到没有 经过r3吗 就是你是怎么来的 你是什么 来这里 然后到这里 再怎么被他反射过来的 对不对 但是无论如何 你是不是最优劳 最优劳 就以后那你就什么 肯定会给谁啊 r5吗 对吧 哎 就这一声 好吧 有一声 好 哎 如果你认为反射器哈 学到这里为止就算结束了 那就错了 啊 没那么简单呢 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其实反射器 它真正意义上什么 是打破什么 打破你的IPG是什么 水平分割了不是吗 对不对 哎 它用来干嘛的 是防环的 防止环路嘛 你现在你打破了我的水平分割 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要有什么 要有更好的防环机制什么 来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环路避免了 对不对 所以哈 你不仅仅要知道反射器如何来工作 你还要知道 反射器情况下 如何来防止环路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中美要讲的 好吧 看一下 哎 刚才那个拓谱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们怎么 我们必须要什么 把 我们必须把这个论论论学完好 你才能够说 哎 我什么 我确实对什么对那个反射器什么 哎 进行这个理解好了 好吧 那么这个时间后对面怎么怎么来做呢 我们这个时间这样子啊 你把我拓补到这个实验环境什么先搭起来 但是跟你说好 极其复杂 极其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就一句话 其实你要做很多工作 我说箭头的方向就是 可烂的方向 不理解啊 你看 你看R2不是指了一个看 指了指了一个箭头 给这个 给这个三吗 说明什么 说明三是看端吗 三是R2的看端吗 同样的 三指了谁啊 三指了四吗 那四是R3的看端吗 那后R是指了谁啊 指了5 指了2 这都是看端吗 同样的5指了谁啊 R3嘛 所以这次反击是看端吗 我问你 这个中间这个S100里面他有几个处啊 有几个处 第一个是不是啊 第二个是不是啊 第三个是不是这样子啊 第四个是不是这样子啊 总共四个处是吧 记住哈 它有四个处 四个处 好 先跟你说一下哈 先跟你说一下 其实反射器里面哈 它打破了我们的IPG水平分割 那么呢 它如何来防缓呢 它用了两个东西来防缓 第一个 叫做触列表 第二个叫做什么 其实者ID号 先这样子的话 我先 我们先把那个东西先搭起来吧 好吧 环境先搭起来 哎 其实1跟2之间就 不用见了 因为1跟2已经起来了 是吧 那我这里我只需要在啊 这边加多一个路白口就行了 然后啊一呃 我去不怪口把它改一下吧 算了 或者我们就认这个什么 就认这个1点1点1钢24位吧 就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在这里在这一百万万啊 这条嘛 我就认为是1点1点1钢3钢24位 我就不用拐了 是吧 好 那我看到我改一下 改一下这个R2 R2呢 其实你发现你要跟4间邻居跟那个R3间邻居 但是怎样R这边你要你要动手术哦 Nable什么3点3点3点3是不是叫一个什么 你是我的路线 路线是什么 那个 卡拉断吧 搞定是吧 在领居一个4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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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什么100 人用什么是一个 嗯 阿多数路败领口 记住哈 敲一个 来说笑 对吧 搞定了哈 那么3呢怎么做呢 3这边 呃 内部一个什么 进去一个bgp 这是100 我先把那个R那个反信弄掉 对吧 no neighbor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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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哎 反正客户团就不要吧 不要了哈 但是我要指谁啊 指40看多这是这是指这影子了吧 好 再建一个什么 neighbor 是5.5.5.5 100 哎 更新语言敲一下好了可以了哈 再去R4做 这样子哈 这个时候R4跟R5之间的你就什么 你就不要去做那个EBV了把它是改成IPGP 好吧 好 哎 改之前我们这样子我们进这个EBV 刚年四五阶口是吗 宣告进于5105110 L60 关键关键 然后这个R5呢也做一下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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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完之后呢你这个静态路由就不要了好吧 确认一下R4这边你要去见邻居关系 这是100邻居是一个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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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然后是雷莫别是100 然后是一个 哎更新员没错吧 然后是一个反制器客户端 嗯 嗯 嗯 再调一个R5对吧 一样的哈 调什么 不断好地好 最后一个是R5看一下啊 路特一个BGT这是100 看咯 哎 路台是一个5 平局是一个3 更新员还有反制器对吧 好 再接一个什么 接个4 100 然后是什么一个那个更新员 敲完了 敲完了 好 看到啊 看这里 现在呢 我要你做什么工作呢 你先去确认一下那些 配置有没有错 好吧 比如说我去R2看一下是不是两个银居呢 配置的时候 IPGP啊 BGP 一个是3 而且3是什么 客户端 没错吧 然后这个4 4就不是客户端了 对吧 好 再看一下R3啊 R3有一个客户端是R4 其他什么是正常邻居关系 那你去R3看一下 来R2 普通邻居关系 R5普通邻居关系 R4什么是一个客户端 然后再看R4 跟R2 客户端吧 对吧 跟这个 跟这个R5 客户端吧 跟这个R3其实这个这句话可以不要 好吧 好 加多一句话 什么话叫neighbor是什么 3-3-3-3加一个wait 是3 记住号 加这个3的目的 我是想让怎么呢 想让这个 R1这个 那个什么外网路由啊 你只要发过来以后呢 我们从这里是不是可以学啊 对啊 等会儿这个路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也可以给给分给R4啊 对吧 加这个传重的意思就是说强制让R3从哪从哪最优啊 从R3最优啊 R3最优啊 同样的 我也要再对这个5这边加一个什么全重之5也就说R3什么要从什么从这个5最有用的意思 好吧都加一下啊加一下 因为我们要分析一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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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吗 5.5.5.5全重什么是都加一加都加个10吧好吧都加一个10 好了现在哈现在我们这么查看来 问一下你啊 问一下你 我可以我可以很负责任跟你说你在R4上面你说ShopeeGP什么IPV4 UniCast回车看到他是不是两个路径啊 路径一吧 路径二吧 对吧 但是你发现都是2.2.2究竟是相信谁呢 你看到看看明细的啊 一点一点一点点 你要怎么是R5 没说完直接来 看到哈 你看到Best那一条Best Best那一条呢 哎怎么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他怎么没有选三最优啊 这个纯粹我不敲了吗 还没自己就清一下 可以了来看到 现在你Best是哪一条啊 从三的吧 好看图啊看图 你现在这个路由就是你 R1路由嘛 你发给我这是路径一 对吧 对吧 这什么路径2 对对 相信谁啊 相信路径1 好看到 你说这个路径是这样子 你看到哈 你是从一个非克兰德去路由吧 没错吧 怎么传你看看你看怎么传的哈 你发给这个R3 R3 是从一个什么 从一个非克兰端学路由 他是不是要给克兰端R3啊 给R4啊 客户端嘛 那么你这个客户端就是你这个R4你学到路由以后 R4其实嘛 我学到路由 无条件给谁 给R2 给R5 对不对啊 因为你是我的克兰端嘛 好 你给到这个R2 就好说了你觉得R2这个路由他会收吗 其实 只要你R2收路由你就很有可能会还路的 没有意思吧 绝对不收 看他跟你说 绝对不会收 为什么呢 好 绝对不收的原因是你在你的R上面你去看这个路由 在这里 这条路由 Best以后他会带上这么一个属性 看到吗 带上一个叫做起源者 起源者 起源于2.2.2.2 没有吧 所以 不是说 现在跟这个没关系 就是说 我这个路由你发到我R2 R2在你什么 在你这个条目里面一看什么 一看你那个起源者是我本地的2.2.2 那我就不说了 好 怎么确认 你说你在这边什么 你说 修 bgp ipv4 unicast neighbor什么是一个2.2.2.2 你说通告路由 请你发现真的什么 通告过去了 但是你在R2能不能接收呢 你看到 你需要bgp什么 ipv4 unicast 没有接收看到吗 绝对没有接收 当然 你说你可不可以你说你需要bgp什么ipv4 ipv4的一个unicast neighbor什么是一个4.4.4.4 我说 那个是lupus 好他说你配一个好怎么做能看到 在我bgp这边 我说100neighbor是一个4.4.4就是一个 inbound soft inbound 配这个命令 好配完之后你看到 没有什么鬼啊 没有什么鬼啊 刚才这里就是说刚才这里这里是 刚才我这样敲 他不是提示你的吗看到吗 你要敲这个什么laceave这个命令他说 inbound softconfiguration nodeenable看到吗没打开 默认情况下你能够查看你对谁发什么路由条目但是你看不到 你从哪个从那边说什么路由 怎么办呢 要配这个指令 才能去看他说什么路由 那不是敲了吗 我敲完之后我就说他说什么 没有 收不到 好吧 记住号收不到记住号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起源者id是我自己 所以我不收 好吧 好这是第1个好记住号是叫做 originate ID 看到看到第2个 这就搞定了 打了个差是不接触的 你发现 现在r4给到5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这条路由啊 R5这个路由器他是从克兰端学还是非克兰的非克兰的学 R5 一定是从非克兰端学路由对不对 然后会不会他会不会给克兰端R3啊 能看懂吧现在r5对对于r5来说我是不是从一个非克兰端学路由 R5是不可能从R3学路由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什么 对于r对于r3来说这条路由什么是一个非克兰的路由吧 所以他只会反思给谁啊 是能不能给我啊 会因为为什么因为r5根本就不是你的客户端吗 但是看到这个这样走是在成立的 对吧 问题是我r5把路给到你R3以后你R3会不会说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但这个否定你发现 你靠这个有没有用啊 没有 你2.2.2跟我上有毛关系是吧 所以怎么办呢 看到我们看这个就是触列表 什么叫触列表呢 比如说路由条目号每经过一个触 他都会把这个触列表的什么 那个触的ID号带上去 那么什么是触ID呢 触ID默认情况下什么是由你的什么 路由反射器 的路台的填充的 但你可以改 比如说我在我 我在我什么那个 哎 R3上面我这种瞧我说bgp什么cluster list id 我说什么1.2.3.4 1.2.3.3吧 好吧 这样瞧 然后那个r4呢 你说bgp什么 这是一个100 cluster什么1.2.4.4 那你二年比较你也可以改 你说bgp什么 是一个bgp一个cluster什么1.2 2.2.2 都瞧好无所谓了好吧 R5也你也改变吧 你说bgp什么一个cluster 就是1.2.5 好吧 记住好 记住好默认情况下一个触的触ID 它就是用你的路由器的roadid填充的 但是你可以改但是可以完全不一样好吧 好看到 我在R5这边我说 什么IPv4的 IPv4一个unicast回车来 这有路由啊 好我确认一下 我在R5上面我这个路怎么学过来的 你可以用什么看了 用明细来看什么 1.1.1.0回车来 当前 这条路由 从哪学的从R4学吧 他的起源ID是啊是什么是2.2.2 但是他经过的处 经过了一个 1.2.3.3 1.2.4.4吧 其实这样子啊 其实 这个处你发现他是没有带上去啊 好 是这样子 因为 边界设备好 他一般他是不会去填充他的那个 处ID经列表 但是什么 R3会填的 等下我们等下你看看解释吧 R3会填 比如说R3他在这个处什么R3会填 然后R4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处的处的那个那个 那个反射器啊 他他也会填吗 好 正是因为什么 在这个列表里面 我有这个1.2.3.3吗 对吧 你想一下 你要这样走 你要回到我R3 那我R3一看 哎 不行哦 你这个列表里面有我本地那个什么 你就说你经过了我这个处吗 那我不收了吗 用什么意思 好吧 所以哈 他是靠你的那个叫做clust list防环 两个好两个 那么 什么情况下用这个防环 什么情况下用这个防环 那我只能给什么只能给一个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总结给你们好看到这有 来 这有解释哈 很长这个时间你们来看这流 就是说反射器什么情况下 去防环 又有什么防环 你自己看 这看 Clust list 是按照相反的顺序呢 记录了什么 记录了你路由什么时候 穿越的一个处吗 对吧 好 反射器呢如果在你的clust list里面发现了本地的clust id 路由就会被丢弃 啊 会丢 丢弃 默认默认的处id是由反射什么那个路台地填充的 好 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当反射器从Ibt邻居学习过来的路由才会去创建 Clust list 所以是吧 刚才我们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下 你R2其实你收的是一条什么路由啊 EBP路由吗 你收的是EBP路由你R2你会不会创建这个这个属性啊 不会所以你R2给到R3的时候R3嘛你收到一条 Ibt路由我才会什么才会去创建吗 就那意思好吧 来 这就是我们我们这个解释了 也是看到 当反射器向你的 EBP邻居通告路由的时候呢 这个属性号被全部清除 就是把那个clust list的属性了 会被清除 后面我们会讲其实它是一个 可选的 非纯定属性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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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说 好吧 来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看 它说当你是吗 你是从 Ibt什么才会创建吗 那么 当我学EBP怎么办呢 看到 当你从EBP去学路由的时候呢 路由 当你的 当你从EBP邻居学习过来的路由和 路由器本地驻路的路由 那么呢 即使本地路由器是反射器号 它也不会什么去创建clusterlist 就跟刚才我这个是一样的吧 好 这个时候啊 你的防环机是什么 依赖的什么是那个 OLEDID 就起源ID 看到 起源ID 它是由第1个反射器什么 创建起不能更改 啊 那么这个ID呢 是以下 路由器的 BGP的什么 Root ID 看到 本AS 始发 路由的 BGP宣告者 第二个 EBGP 学习到的路由 就是学习到该路由的边界路由器的什么 讲路台的吗 跟刚才是不是一样的 跟我们这个什么 跟我们这个这个这个这条路径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你始终吗 你始终在你这个R4上面你能看到 你需要BGP跟IPV4 优利卡是1.1.1.0 你回车来 他始终是是吧 他始终是2.2.2.2 对吧 他经过的初步也是什么1.2.3.3 对吧 对吧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 反射器的内容了 你不仅仅要知道他怎么工作 你还得知道 反射器环境下如何防环 两个 一个是 Orient ID 一个是那个 Cluster List 好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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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